连续讲了很多集的内地流行什么字 潮语 那现在又想到回来再给大家看看 就是一些粤语 一些广东话的字眼 在普通话里面又是应该怎么说的 好 有一些字呢 是大家经常都会用到的 很有趣 从字眼上看很有趣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在普通话里面 又是应该怎么说 好 这个 猥食 猥食 这个人真的很猥食 好猥食 在普通话里面呢 我们可以说是 惨嘴 惨嘴 或者是贪吃 惨嘴 惨嘴 好猥食 就很惨嘴 还有个字 陰功 没有陰功 真的没有陰功 普通话里面我们会说 很可怜 好惨 很可怜 很可怜 或是很惨 可怜 或是惨 有没有陰功 哎呀 不要这么好看 好看 那在普通话里面意思呢 着急 着急 别那么急 别那么着急 别那么着急 哇 哇 好顽纯啊 好顽纯啊 然后在普通话里面就是 均匀 均匀 他这个人在好加塞 好加塞 也就是说 这个人很厉害 很厉害说 哇 你好加塞 我们可以说 你很厉害 相反的好水培 好水培 那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是很差 很差 就 不厉害 不厉害就很差 好水培 广东人经常会说 哎 好好彩啊 好好彩啊 好 我们不说好彩 我们说幸亏 幸亏 或是幸好 幸好 哎 幸好没跌倒 幸好没跌倒 我们不说好彩 幸好 或是幸亏 哎 麻烦 麻烦 这个字是大家生活上 经常用到的字 麻烦 麻烦 那我们说 哎 麻烦 谢谢 哎 哎 麻烦 在普通话里面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 哎 有老 有老 或者 麻烦您 麻烦您 帮我把这个东西 递过来 或者 有老您 把这杯茶递过来 就麻烦 有老 有老 哎 人工 人工出人工 普通话是 薪金 薪金 或是薪水 薪水 薪金 好 我们去买东西 这个东西很便宜啊 好便宜啊 可是去到内地 我们说 哎 这个东西是很便宜 便宜 不是很平 是很便宜 便宜 平的话就指这个东西是很平的 在广东话就好便宜 但在普通话里面呢 应该说是很便宜 嗯 好 我们再看一次 你好饭食啊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你很惨嘴 惨嘴 或是贪吃 就是好可怜 或是好惨 好可怜 好可怜 着急 着急 或是好急也行 别那么好急 别那么着急 好婉纯啊 靠到好婉纯啊 就是很均匀 均匀 你真的好加塞啊 就是你好厉害啊 加塞厉害 但是都有一些水皮 水皮就是差 差的意思 好好彩啊 幸好 幸亏 麻烦你帮我拿一件东西过来 麻烦 油脑 油脑 油出人工啦 人工 薪金 薪水 发薪水 发薪金 哇 这种东西好便宜啊 哇这东西好便宜啊 便宜 便宜 好希望大家这些字也能对大家有用 下个星期见